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V-Chen 拍攝的日期是1月27日 我特地選擇我們晚飯的時間和大家拍片 希望稍後電話不要響 我知道上一集電話不停響 因為有不少街坊找我們求助 因為響過不停 甚至有校應家Y2K大樹木頭的木頭 也有問我究竟那個是否FAX的電話 我以為是收到FAX 所以會不停收到電話 其實這就是我手機 如果有辦公室就會飛了線 希望稍後不會不停響 跟大家繼續講講葵聰邨疫情的最新進展 上一條片跟大家獨家公開我其中一個個案的情況 因為近日我被網軍圍攻 連帶我個案的事主都被網軍圍攻 說馮小姐是造假的 說馮小姐不是真人 沒有這個人是作的 亦有網軍罵馮小姐 說馮小姐預期要求政府部門派員上門檢測 為何不自己帶父母下樓做檢測 說到馮小姐將父母檢測的責任推給政府是不效的 有很多難聽的話 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馮小姐 連累到你 昨天東張西網也有報導馮小姐的個案 不過我也想跟大家補充一下 因為馮小姐這個個案也有好消息 可能因為昨天東張西網的空間非常貴 所以沒有詳細講解最新的情況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進展 馮小姐的個案經我們跟進後有好消息 承辦商跟馮小姐的父母做了常滿採養 雖然是遲離 但總的那個永遠都沒有 馮小姐所住的大廈雖然都解封了 但做多一次的檢測都算是可以有個安心的 以及跟大家講了真理必勝 亦因為我們堅持幫馮小姐作出跟進 最後有好的消息出現 堅持到底就勝利了 所以每個個案都是本著傑而不捨的精神 去為市民爭取合理的權益 雖然現在這些上門檢測的個案 要逐個逐個去處理 不能統一去處理 因為有不同的承辦商 也造成了一些混亂 就算是case by case這樣跟進 如果觀眾朋友遇到相同的情況 也不妨可以跟我聯絡 馮小姐都WhatsApp了給我答謝我 所以說敢於指出問題 幫市民解決問題 就可以令民怨減低 就好像東方今天有另一則新聞 就是有一個葵聰邨的居民 他要在家工作 要用到電腦 他同時送電腦給他 但房署不讓他收 就算事主陳先生打了熱線電話也沒有用 結果陳先生找了當區的需要議員幫忙 當政府有問題不改善 就會積累民怨 今天我在葵聰邨看到我的時候 就找我幫他跟進 我就跟運防局反映了 我作為政府和市民的橋樑 現在幫助了市民 去傳達他的情況給政府部門 也聚焦地解決了問題 也算是平息了的 而我自己也有一個個案 連英文媒體也有報導 就是有關阿博館隔離人士沒得洗澡的事 所以外國也很留意我們完善選舉制度後 能不能幫市民解決問題 全國政協副主席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在今個月初也有說過 為香港市民辦事就是為國家做事情 為香港市民辦到多少事 就代表是為國家出了多少力 將中央執政為民 致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 貫徹落實到香港社會生活方方面面 就能夠令香港市民切身感受到 中央為香港好 中央希望香港好 和中央全力改善香港民生的真切願望 為香港市民辦事情就是為國家做事情 為香港市民辦事情就是為國家做事情 為香港市民辦多少事情 就是代表為國家出了多少力 這句話我時刻都名記在心 要敢於觸碰利益集團 敢於指出問題 為市民排難解困 就是為國家做事 所以我們不能明知政府有不足 都附和政府 對市民的合理訴求置之不理 這樣不單止對不起中央為我們落實完善選舉制度 我也覺得這樣做是對不起自己 就算有多少惡意攻擊 都不會阻擋我向政府提出善意的反應 令到政府進步就可以令到民怨減退 有些人嘗試阻擋我去指出問題 其實都是不想問題得到解決 我也很感謝當我被圍攻的時候 聲援我支持我的每一位 真是患難現情真 雖然看到有很多會乘機踩多腳 但我也看到有很多窩心的支持 例如Kate姐發了一個語音給我鼓勵我 令我覺得很感動 除了夏寶龍主任的話 昨天1月26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都有發表到新春致辭 我覺得同樣值得分享和銘記 我稍後會跟大家說說 我亦會跟大家說說羅冠聰和何韻詩一眾大王人的近況 2019年何韻詩就好像循迴演出 去到世界各地宣傳黑暴和反中的訊息 去到台灣被迫紅油 案件今天就有裁決 我會跟大家說說怎樣判 內情是怎樣 以及原本還有什麼目標人物 在開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 情願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還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知道旺媒和攬插牌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影片 惡意攻擊意圖令影片下架 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一路 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追看陳榮欣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 同人論證 用什麼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駱惠寧主任的講話 以往我多次看到中聯辦主任的新春致辭 但今年就是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去見證 我覺得憤愛感恩 我希望自己在新一年都可以有更大的擔當更大的作為 協助我們香港在國家大局上 如駱惠寧主任說到 都是更有擔當 在國家新徵程上有更大的作為 令到香港這一夥東方蜘蛛可以更勝往式 作為年輕重政者 我覺得非常鼓舞 可以參與令香港由至極興的歷史時刻 駱惠寧主任以三條枕陽漢的問題 去展述他對一國兩制香港發展前景 和香港實現梁政善治的看法 駱惠寧主任說香港回歸以來走過的歷程 令人對一國兩制充滿歷史自信 而香港未來的發展也充滿希望 關鍵是要堅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自覺 駱惠寧主任也提到有四個亡不了 亡不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慶典 亡不了競選的氣氛 亡不了國旗在校園揚起 亡不了走進人群、關心群眾的時刻 這些經歷過去一年 例如慶祝活動、兩場選舉、走進校園 因為我和五熟青女士也有拍到一集叫做《欣體香港》 就是央視旗下的大灣區之聲的節目 《欣體香港》也是走進校園訪問五熟青女士 也可以看到國旗在校園揚起的畫面 第四就是走進群眾 我也經常做的 所以我也親身經歷了這四個亡不了 也感受到沒有中央頒布《香港國安法》和《落實愛國者治港》 就不會有這麼難忘的時刻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中央 在新一年我一定會努力做好自己 去報答國家對香港的關愛 歐洲議會近日又用到香港去干預我們國家的內政 我們更加要努力展示在新選制下我們制度的優越 我們過去經常被救病是保皇黨 預事都不出聲 我對自己的期望就是希望可以打破這個對建設力量的負面印象 駱主任也有引述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很多場合都說到 一國兩制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作為愛國者 無論在什麼崗位、從政還是從事什麼職業都好 要對香港實現梁正善治 懷有奮鬥激情和變革的勇氣 駱主任說 以為可以躺贏而抬慢 或者遇到難題就兜露 只會失去奮鬥激情和變革的勇氣 我自問也沒有鬆懈、抬慢過 遇到難題也沒有妖道 直接指出難題、解決難題 仍然有奮鬥激情和變革的勇氣 就算現在遇到圍攻也好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也說到 還有一系列的制度和執行機制是需要作出改善 而且還有很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是需要解決的 所以譚耀宗常委都很明白 我們的確存在很多的問題 不是完全滴水不漏的 而正正作為代議事 我們就要代市民發聲 去堵塞這些存在的漏洞 譚耀宗常委也說到 我們香港要達到梁正善治 既要靠特區管治團隊積極作為 亦要靠全體香港市民每一個人作出貢獻 作為管治團隊就要積極作為 而不是消極躺平 而觀眾朋友都可以作出貢獻 告訴我們你的關注 令到施政可以以人民為本 大家認為樂主任哪句說話令你有最大感受 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對我來說就是奮鬥激情和變革的勇氣 希望我奮鬥激情和變革的勇氣 在這個圈裏再過一會時間都不會被消磨掉 就像CY一樣 CY還是很有激情 他就繼續密切留意羅冠聰 早前跟我們揭露了羅冠聰會去歐洲議會發言 相信也是去抹黑我們香港 抹黑我們祖國 歐洲議會在上星期四通過了 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決議 內容是說我們香港人權受到打壓 都是處處抹黑 也說到集會和新聞自由都受到限制 相信這次羅冠聰再去歐洲議會 就是要跟西人搶相簧 所以CY就笑羅冠聰是吃西人的、煮西人的 所以也要為西人去量相 之後CY就揭露羅冠聰竟然出書 真是大家想像不到羅冠聰也可以出書 還要搞簽名會 真是非常搞笑 其實這本書不是羅冠聰自己一個寫的 他跟西人叫Evan Fowler一起寫 但書的封面大大隻字寫著羅冠聰 細小隻字寫著Evan Fowler 很明顯羅冠聰就是主角 Evan Fowler就是配角 CY就反問羅冠聰可否老實告訴我們 究竟這本書是哪一個寫 究竟羅冠聰和Evan Fowler之間是怎樣分錢 重點跟大家說說哪一個是Evan Fowler Evan Fowler就是住在英國 但負責寫香港、唱衰香港的西人 Evan Fowler支持黑暴不在話下 Evan Fowler有一個中文名叫方麗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方麗倫是立場新聞的海外董事 方麗倫是一個中英運血兒 他自稱自己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 曾經去到英國讀書 他在個人簡介中寫了 他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 擔任立場新聞前身 主場新聞的顧問和專欄作家 主場新聞在2014年停運後 他繼續擔任立場新聞的專欄作家 直至2018年 另外他也是HK Free Press的創辦人 更加是英國外交政策智囊團 亨利傑克遜協會的副研究員 亨利傑克遜協會的英文叫Henry Jackson Society 和英國和美國兩個西方國家的政府有密切關係 Henry Jackson Society 2005年由金橋大學學生和學者創立 總部設在英國 一直以前進戰略散播所謂的民主價值 他亦負責圈掀中國威脅論 他亦倡議西方國家要用干預主義的外交政策 去干預我們中國事務 英國出位的極幼智庫 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一個中國研究所主任 曾經批評過 說任何政府如果是資助Henry Jackson Society 就是令人感到不安 而Kings College這名學者 曾經在2017年2月 在英國的星期日《泰晤士報》 揭發Henry Jackson Society 和一間公關公司 每個月就會收入日本駐英國大使館 1.5萬英鎊 也即是折述大約16萬港元左右 而Henry Jackson Society 就獲得其中1萬鎊 去進行所謂的溝通戰略 就是在主流媒體和政客一唱一禍 唱雙王 無中生有地去製造和圈掩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就是網絡打手 就是輿論製造者 我前年的這條影片也和大家報告過 大家都可以去看 說到Henry Jackson Society 就是英國的保守派智庫 在疫情爆發之後 就是在未有科學根據的情況下 在未有做病毒溯源的情況下 就發表了一個 關於全球健康威脅危機的報告 標題就是評估中國潛在的罪責和法律應對途徑 其實前台詞在法律上有liability和quantum liability就是刑責在哪裏 quantum就是要賠多少錢 Henry Jackson Society的評估就是 認定中國要為新冠肺炎負責 現在的評估就是要負責多少錢 要賠償多少錢 而Henry Jackson Society的報告 認為我們國家要為英國賠償3510億英鎊 不需要和大家兌現多少錢 港幣 大家都知道是天文數字很瘋狂 因為CY揭而不捨地揭露羅冠聰的西人網絡 和為西人做的工作 小黃人在討論區問CY是否暗戀羅冠聰 CY在Facebook專頁找到這件事 作出正面抽擊 就說羅冠聰封自己為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守護神 而每次西方國家在踐踏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時候 他也公開請羅冠聰批評一下 只不過羅冠聰到目前為止 都不敢對他的西人主旨作出任何批評 就好像啞了 另一個要特別關心羅冠聰的原因 CY說是因為美國政府特別眷顧羅冠聰 所以我們不能夠不跟進 CY還上載了羅冠聰被美國前國務卿 蓬佩奧召見的照片 當然有很多意見 我都聽過 就說羅冠聰已經離開了 不用再提醒他 很快大家就會好像忘記王丹 忘記羅冠聰 但我覺得羅冠聰這麼標誌性 而且也不算離開了很久 也要令大家知道他的下場 所以我覺得要繼續匯報 不能就這樣放生他 還有我覺得繼續匯報羅冠聰的行蹤和下場 是有一個策略性原因 暫時來說可以看到羅冠聰撒那的風光 又去歐洲議會又可以出書 羅冠聰得到的待遇 比很多著草的黃人優越很多 也可以讓其他著草的黃人看看葡萄客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相當有智慧的說話 不患寡而患不君 大家可以看看 有攬炒巴之稱的劉祖迪 之前也接受了自由亞洲電台訪問 回顧他著草去英國兩年的經歷 他更加自爆 現在每個月只有月入五至六千元港元 報道形容 劉祖迪現年28歲 尚貌官仔骨骨 有測量師專業的資格 應該可以過上無飯生的生活 但因為一場黑暴 而他提出的攬炒主張 作為身體力行的第一個 去實現攬炒的理念 他就要負上沉重的代價 所以看到劉祖迪也要遠走他鄉 現在的生活過得不太輕鄉 因為在2020年6月 據報劉祖迪在英國授襲 授襲的過程是被三名蒙頭大漢 在英國倫敦對著他的頭拳打腳踢 導致他的眼骨頭骨和耳朵爆裂 據報他當時躺在街上不省人事 雖然劉祖迪走過鬼門關 但可以看到劉祖迪的臉上 也有一個永久的疤痕 而在2020年7月 他確診了患上嚴重的 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也就是PDSD 劉祖迪形容他一段時間 會不停地流眼淚 他家人和朋友 甚至同學都不知道他遇到的掙扎 他自己要過著一個 有三重身份的割裂生活 劉祖迪說到自己的收入 更加說到因為眾籌被批評 所以他不想再眾籌 轉用另一個平台 就開始了專業 他就靠訂閱的捐助去過日子 他就說他的訂閱收入 有大約五至六千元港元 他就說是僅僅支撐自己的生存 但不是生活 未來是怎樣呢 劉祖迪也說他自己也不肯定 說真的有住一個測量師專業 去到英國也要這樣開兜 每個月都是賺五至六千元的港元 都可以說過得相當尿倒 當這個西梅問到劉祖迪吃飯了沒有 肚不肚餓 劉祖迪只是淡淡然說一句 他平日只吃一餐去省錢 攬炒巴劉祖迪更透露他自己早前 不幸患上Omicron的變種病毒 再加上他自爆自己 只是月入五至六千元 令到大家都不禁反問 周年劉祖迪這些免頭人物 都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其他違反了法律 著草走人的小黃人 蝦冰鞋障又會過得怎樣呢 究竟有多少個可以好像羅冠聰那麼風光 大概應該只有羅冠聰一個 所以在策略上 都應該繼續匯報羅冠聰的下場 除了羅冠聰 一樣是標誌性人物 何韻詩的狀況 都應該要密切留意著 何韻詩在2019年黑暴期間 去到台灣參與遊行 結果被捕紅油 事後一個機構的負責人 胡志偉 另外十名人士 被控違反集會遊行法 以及強制公然侮辱委選罪 台灣省地方法院在今日審理案件 判處胡志偉 有期徒刑三個月 可以逆科罰金九萬元新台幣 大約兩萬五千元港元 其餘十人被判無罪 什麼是逆科罰金 我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逆科罰金 即是可以以金錢去代替被告被判處有期徒刑 說白一點 即是被告可以付錢 不用入獄去逢刑 而審訊也透露了更多內情 事發在2019年9月29日 胡志偉等人 因為不滿意何韻詩支援反中的理念 所以計劃對台灣參與929 台港大遊行的何韻詩私捕 甚至在庭上也透露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也是其中一個私捕的對象 不過最後只有何韻詩中招 起訴書顯示了 胡志偉透過LINE的群組聯繫著其他十名被告 事發當日早上聚集在一起 而且在私捕前 胡志偉才在台北市埋伏著 同案的其他被告更加準備了 除了哨水袋、水球、尿液袋和水槍 計劃就是如果主被告胡志偉一旦 潑油漆不成功的話 另外那十名被告就會改意向何韻詩潑尿液和哨水 另外的被告也是在現場埋伏著 在周邊等候結果 在必要時更加會幫主被告胡志偉掩護他離開 首先我不同意這些形式的違法行為 希望無論是甚麼政見都好 都是用到和平理性的方法去表達 用暴力去以身示法真的不值得 而我覺得對著這群黃藝人 更大的懲罰就是斷他們米露 有一個我相信是黃人的平台 叫做追蹤黨媒 在他的Facebook專頁 在早前說收到消息 香港電台高層向一眾DJ口頭警告 說他們有一個十大歌手的禁播名單 警告他們不能播放他們的歌 除了宣傳和無線電視TVB即將會合辦的 金曲頒獎典禮入圍歌曲 這十名黃歌手或組合都一律被禁播 TVB與港台合辦的頒獎典禮 今年首度二合為一舉行 會延至4月3日在Star Hall舉行 網傳香港電台禁播歌手名單 包括黃耀明、何韻詩、Rubberband、See All Star、達明一派、Dear Jane、方浩文、謝安琪等等 何韻詩在Facebook聲稱很久沒試過晉身港台的十大 他說自己很榮幸 他說要多謝港台 的確隨著何韻詩唱唱歌變成唱衰香港 他真的沒有什麼好的音樂作品出現過 何韻詩已經由十大歌手變成政治打手 想當年何韻詩跟楊千華和容祖兒一起競逐女歌手獎 我相信不少跟我差不多年齡的觀眾朋友應該會記得 現在淪落至此覺得是自找的 楊千華和容祖兒在內地的發展發展得多好 和現在在香港提心吊膽的何韻詩 真是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特別想提醒大家 在早前《戚測樂壇》的頒獎典禮 是如何被一群皇藝人政治化 大家也可以看這條影片 而《戚測樂壇》的頒獎典禮 就有Rubberband和See All Star 藉著頒獎典禮的舞台 變成宣揚皇人思想的平台 就去播讀 前居可隔 雖然港台在回應查詢時 沒有正面地說到這個名單是否屬實 只是說一直支持本地的中文流行音樂發展 而且也說到他們的主持會以專業角度 選擇配合節目的歌曲去播放 就未是真正去證實清單的真偽 但我自己覺得如果是真 都是做得非常正確 因為電視台和主辦方都要保障自己 也不想頒獎典禮被騎劫了 所以我很同意和支持港台和TVB的做法 令大王人少一些平台播讀 減少他們以音樂為名去塗讀年輕人 文化藝術是一個軟性的渠道 我明天會應高智森高度的邀請去他的YouTube Channel 高智森油管做直播 希望大家密切留意 做完直播之後 我和觀眾朋友率先預告一下 我會抓住高度坐下來談合作 希望運用到文化藝術的平台做好青年工作 讓平台年輕人發揮所長 和融入大灣區的發展 我自己初步已經有救思 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和支持 今集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旺美同眼叉牌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榮英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大家記得也要訂閱我陳榮英日常Jofie Daily 稍後會有我在議會發言的短片播放出來 大家可以了解到 在未來我議會工作的重心 放在哪四個範疇 以及具體的主題 今集的時間 以及具體的主題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 以及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榮英 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下Cfirst 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